好 潘总 没管理好销售部 我向你检讨 监察部都处理过了 吸取教训 下不为例 你把销售部交给我 却出了这样的事情 是责任不振 人多的部门 事多 不 也难免 本来这两个组竞争啊 是件好事 可你说这竞争 从前有个章法呀 这段时间这两个组啊 为了抢客户 惹出不少事情来了 我觉得 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 整顿一下 你接着说 我是这样想的 请客户部配合 把我们绿保 所有的客户清理一下 给一组 二组 划定自己的区域 让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 做神耕 这样做 一方面有助于 开发客户的潜力 另一方面 可以避免再次发生 这样的恶性竞争的情况 你觉着怎么划合适呢 电动车市场 李思雨研究得很透 那这块就交给他 虽说言会中 也开发了一些优质客户 但为了公司大局 我也建议交给李思雨 杨慧中能同意吗 他的工作我来做 此外 这玩具市场 小家电还有医疗器械 我也建议交给李思雨 因为他对这些行业 特别熟悉 同样的客户 别的业务去跟 业绩大概只有两千万 但是他能做出三千万 甚至四千万来 这么做 对其他销售员不公平吧 可是这样 可以最大的限度 发挥出别的销售的能力 就比方说袁慧中 他对政府公关这块特别熟 我们可以把 跟政府有关的项目 交给他来负责 当然 他也会想 电动车市场这么大的蛋糕 为什么要交给李思雨啊 但是为了公司 你该牺牲就得牺牲 我倒认为 一个好的竞争机制 是要调动所有人的 积极性和潜能 而不是为了牺牲谁 而成全谁 是吧 可是现在这个销售部 有点乱呀 乱是表象 只要业绩持续增长 就说明这个机制 还是有效的 还有以前的规矩 谁先备案 客户就归谁 好 好 思雨姐 发矿我已经帮你交了 你再自己去交钱 我微信转给你 不用了 你那点工资 留着给雨月报兴趣办吧 那我怎么谢谢你啊 做了两个好菜 喂喂我 那行 今天晚上你交上 一鸣哥一起 来我们家吃饭 你怎么办 我让你加班 又要配客户啊 思雨姐 你帮我打的这一家 是不是会影响你跟 圆会中的竞争呢 不会啊 真的吗 放心吧 这次是文操胜券 这次是文操胜券 对了 一鸣哥工作找到了吗 他现在打扫回到家发展 那你呢 我肯定是留着啊 那你们不是要异地了吗 那可不行 思雨姐 你可一定要劝住一鸣哥 你不想干了 我不想干了 千万别这么说 师哥 我真的很累 谁不累啊 我也很累 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 首先把我的身体调理好 然后就是每天 清清淡淡地吃三顿饭 有时间在陪着我儿子 写作业 背单词 再找个男朋友 过规律地生活 这些都能实现的 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不能松懈 李思雨那族人 现在就像疯了一样 我真的不想跟他们拼了 为什么不拼 必须拼 慧中 这件事 我只给你交过点 能不能拼过李思雨 也关系着我们所有人的利益 也关系着我在绿宝的存亡 更关系着绿宝的生存 这件事 我们聊过很多次 我出不出去我不在乎 但是我担心绿宝 是 你潘志勇是绿宝的创始人 但这十几年来 我们这些人 为绿宝付出的金钱 热血 青春 汗水 比他潘志勇少吗 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 他把绿宝搞垮了呀 而且潘志勇 从来都不在乎高管和员工的利益 这几次股权分配 全都是我极力争取来的 如果我出局了 那就成了他的一言堂 大家将来的利益 将无法得到保证 就算你得到的股份 也会很快被稀释掉的 他做得出来 所以 必须坚守销售部 公司正在搞股权融资 只要能够坚持到 新的互动进来 我们就有机会 有机会扭转这个局面 但你让我怎么坚守啊 按照规定 政府项目是李思雨的 你的改革建议 又被潘志勇否了 如果李思雨 拿到那两千八百万 我输定了